好 我們一大早帶大家來到台東金尊 可以看到比起北台灣灰蒙蒙的天空 在台東這邊是藍天白雲 而且陽光映照在海面上 波光玲玲的非常美麗 看了心情都跟著開闊起來 不過今天在台東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紫外線來到了過量級 白天高溫有26到33度 出門要記得做好防曬 還要多多補充水分 比起來西半部尤其是中部以北 天氣相對就差一點了 可以看到雷達衛星圖 南方的西南風送進來一陣陣的水氣 目前在彰化以北沿海地區 有對流雲系發展 要小心可能會有瞬間大雨 雷擊或是強震風 今天天氣還是相對不太穩定的 累積到目前最多的降雨 是在金門有18毫米 馬祖東隱6毫米 而本島新北的石門只有3毫米 雨量都不算大 和前陣子的雨比起來 就只是一點點飄雨而已 我們來看到衛星雲圖 封面目前還在台灣北方海面 逐漸的北台 不過封面前沿的雲層 加上西南風的影響 今天台灣上空的水氣還是偏多的 天氣不太穩定 在西半部整天不定時都容易下一點雨 尤其在中部以北是比較容易下雨的 而各地也要留意午後雷震雨 在溫度方面 今天清晨各地溫度有24到26度 白天高溫在北部 還有東半部有29到30度 中南部有31到33度 已經滿熱的 這一波封面遇走環流的回馬牆 回到台灣北方海面 帶來不太穩定的天氣 還好雨勢沒有前幾波直接影響那麼明顯 昨天到今天的清晨 降雨最多在南投的路股有77.5毫米 還有南投的水里是59.5毫米 不過都是午後雷震雨 另外在北部的新北市的三峽 有58.5毫米 還有桃園的復興 52.5毫米 主要是因為離封面比較近 讓午後雷震雨比較旺盛 而今天下雨的區域 主要在西半部會有震雨或雷雨 還有澎湖金門馬祖也都會下雨 另外在各地容易下午後雷震雨 特別大的範圍會在東北部還有東部 還有中部以北地區 還有南部的山區 都要留意午後雷震雨可能會比較大 還可能會有雷擊強震風的出現 所以今天外出記得要帶傘 聽到雷聲的話要趕快到室內躲避 而天氣有點南北兩樣勤 南台灣要留意是紫外線都來到了過量級 尤其在台東來到了10是過量級的上限 在澎湖也有9 還有台南高雄屏東也都來到了8 要特別注意防曬 避免在正中午前後兩小時在太陽下直曬 否則15到20分鐘可能會覺得不太舒服了 而在北部還是受到雲層比較厚的影響 紫外線稍微低一點來到高量級 接下來是天氣 明天開始封面會越來越北台遠離台灣 而太平洋高壓慢慢的增強 所以天氣和今天比起來水氣會更少 天氣會更好一點 是多雲稻晴的天氣 各地的溫度都可能會再上升 高溫可能來到34度 而且一直到下週三都是比較晴朗到偏熱的天氣 太平洋高壓逐漸犧牲北台 點心的夏季的天氣要開始報導 也要宣告漸漸的要出霉了 而接下來幾天的降雨主要是在西半部容易會有不定期不穩定的震雨或是雷雨 還有午後雷震雨注意在東北部 東部還有中部以北地區還有南部山區可能會比較明顯 到明天水氣會明顯的減少 降雨主要在南部還有東南部都會有零星的降雨 中午過後北部還有東北部還有各地山區也會有一點午後雷震雨 和今天比起來降雨是比較趨緩的 而到了後天星期六降雨又更少了水氣更少 在南部還有東南部可能會有一點點零星斷斷續續的雷雨或是震雨 不過還是可以看到陽光露臉 所以可以規劃一下週末要去哪裡走走透透氣囉 溫度方面我們來看到北部地區今天有24到30度 明天開始封面遠離水氣還有雲層更少了 溫度開始一路往上升 週末的高溫來到34度真的會覺得滿熱的 來看到中部地區 中部地區今天高溫有31度 明天開始也是越來越高來到32度 週星期天有33度到下週一也會來到34度 低溫27度是很暖熱的溫度了 南部地區的話這幾天清晨入夜低溫都有28度 白天高溫也有32到33度 而且紫外線也是偏強的 今天有過量級要注意多喝水做好防曬 來看到東部地區 東部地區這幾天清晨入夜有25到26度 白天高溫有30度 到週末會來到31度 下週還會來到32度 夏天真的來了 光臨整理今天的氣象重點受到封面影響 今天容易下雨 在西半部容易有震雨或是雷雨 而各地午後會有雷震雨 要注意在東北部東部中部以北的地區 還有南部山區 午後雷震雨都可能會比較大 出門一定要記得帶傘 在紫外線的部分在南台灣包括南部還有台東 都是偏強的來到過量級 出門一定要做好防曬 可以帶把陽傘遮陽 碰到下雨的話還可以當雨 明天開始封面北台越來越遠離台灣 天氣會變得比今天更穩定 只是還會有午後雷震雨 高溫上坎34度 各地都有機會看到陽光露臉 可以規劃一下週末要去哪裡透透氣 洗衣曬背配合天氣都很適合囉 以上就是這一節氣象把時間交給珍惜